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旺司徒解说三国杀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期真正视频 希望大家喜欢 主要是好将 半好将吧 毫无人性的一些 那我们先看第一局这边 第一局的话有玩家玄清郡 这边的主持角提供素材 那么主持角是一个七号位大内奸 然后主攻选了一个 最基本的贝贝 那我们这边选了一个周飞 周飞的技能大家应该还是很熟悉的 就是牌挪出一游戏再挪回来 我们就可以各种操作 操作不熟悉的就再看一看 凉硬是空生是准备阶段 准备阶段 你可以将任一张牌至于武将牌上 结束阶段使用牌将牌 武将牌上的装备牌 并获得其他牌 那这样的话空生跟凉硬有一个联动 对吧 那么离点的话没有大动作 刘备呢是直接 刘成啊 刘备的话是盲距了一下画图 刘成是打一下离点盲距 这里的话应该来说看似是中吧 看似是中 对吧 这是第一个开枪的 那我们现在看来的话 场上啊 这是那个新的应变局啊 我们可以这么标吧 这忠诚啊 可能是忠诚 然后这里呢 反贼 注意画图有助战 用了一下 应变里面的助战嘛 那么所以的话 这里是双反 双反 离点又助战了 那这里反正应该是 对了 那么主角被砍一刀 是兄弟就砍我一刀 空生 空生挪出了游戏外嘛 所以的话这边给手牌数大于我们的摸一张牌 最后的话 就是就这样啊 就这样 目前的话还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我们再看啊 贝贝杀一刀下架 护心锚挂起来 那么注意贝贝这里给了我们一张什么神牌啊 应变里面多了一张这个新的装备 叫天机图锁定计啊 此牌进入你的装备区时 弃制一张奇大牌 此牌离开你的装备区 装备区时将手牌摸至主张牌 所以这里的话 大家应该瞬间能懂这一局出的意义何在了 对吧 天机图就可以跟我们的空生形成 这种啊 无损操作啊 无损操作 对吧 我自管自 一波DIY 不要老公就能嗨 所以的话 这里啊 你看 我们孙灯啊 孙灯跟周沛啊 这是CP嘛 对吧 那孙灯的技能其实跟周飞可以搭配用的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其实一张天机图 就戳破你孙灯啊 好 再来看啊 这边 利用队友啊 是隔山打牛 大铁索一波 八血带出 不亏的啊 这一刀不亏的啊 虽然华陀啊 算是一员猛将 但是这里的话 一个忠诚倒掉 对吧 这边的话 重伤两枚 最后再补一刀 走你不送 所以老周哥这一刀的话 不算亏 那么再看啊 当然还打到这个阶段的话 主持绕也不存在说啊 我要控场什么的 就很简单了 很简单的一个思路 那么看一下主持绕 空生的话 这一轮啊 先没有用 先是啊 来吧 手里的话 也有输出牌 嗯 决斗 收割一个 这对于主持绕而已啊 非常好 那么磕个酒 杀一刀 刀 死琴 好 这是啊 其实我们前两轮啊 这个天机组 还没看出来 怎么用 对吧 我们进入第三轮之后啊 就开始秀了啊 开始秀一下 好吧 那么那边 呃 反贼啊 整体而已 我们看到啊 反贼这边的话 其实不算特别强啊 不算特别强 激康的话不好打 对吧 不好打 这个可能是说 我们内建啊 这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主持绕 对吧 天机图 空生 移出 然后呢 那大杰命 武装 走起 关键还给队友 摸牌啊 结束的时候呢 这个天机图 再拿回来 拿回来也有技能啊 对吧 进入你的装备 去使气质 一张奇大牌 所以的话 可以控反贼的牌 目前而言的话 我们已经看到了 天机图 跟空生的 粘动 粮音的 粘动效应 对吧 三连招啊 三连招 天机 空生 粮音 当然主持绕 这一下啊 把自己 其实比较被动啊 还好有一桃啊 刚才就是名桃的 放上那个自己的 将武将牌上 难买 这里可以啊 主公 当然我们 倒希望主公 掏出一把刀 再 叽叽 带走 没有了 刚才是 有没有杀过 没有杀过吧 对吧 断杀了 很可惜啊 出其不意 绝斗 绝斗啊 走好 不送 走好 不送 好 那么主持绕啊 这个瞬间进入单挑 那么这个单挑应该来说啊 十拿九稳了 对吧 所以这一句啊 其实天机图我们看到啊 就那么两轮啊 大发挥啊 大过拍 大过拍 但是后面的话 这一句主要是看着一个 天机空生啊 又来了 又来了 对吧 很爽啊 很爽 最后一个再秀一波 所以天机图的话 这个整体跟我们周飞啊 算是一个绝配 算是一个绝配 那么除此之外 大家还能想到谁啊 对吧 我第一 第一下想到的话 是那个 可以自己玩自己的 是那个布置 对吧 布置 就白银啊 玩白银的 这个 然后呢 自己玩自己 那个 白银的话 也就是像这种 自己玩自己啊 就是 你放回去 最后还能回收回来 对吧 当 当前回合嘛 对吧 我放到自己的 这个是放到武将牌上 最后放回来 那布置的话 是拿到手里面 你再可以装出去 可以装出去 那么像诸如此类的 你其他像这个 吴国泰啊 张合啊 反正挪装备的这些啊 也可以帮助天气图去发挥 它的效果 对吧 大家再补充吧 像周飞和 或者说那个布置 这样可以自己操纵自己的 再补充补充 这是第一局的一个 算跟新装备的配合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局 第二局 还是玄清军的ID 我们看一下这一局啊 是八号位的一个大忠臣 主攻 记懂胖 对吧 酒鬼 酒鬼 那么八号位 我们又选了一个 爽死了 爽死了 肥仔啊 曹爽呢 我们之前啊 最近出的频率还挺高的 腾开 来吧 一刀九操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里的话是 哎 叠价啊 叠价 所以的话 一刀三血啊 又是一拳超人 所以现在各种武将 打的这个 太过于暴力 就没有意思了 对吧 司马师啊 这种 你还记得懂吗 这种还能忍 对吧 你没有个冠师傅 我有闪也能挡掉 这司马 总而言之 这这这这有点 那个 立下手攻 果差 手手连环啊 水哥地轮没有开啊 没有开 那么看一下主手脚这边 过论啊 过论 注意啊 过论啊 我们拿着旁桶的技能 那么这局啊 其实我们现在 整体看上来的话 扇砖啊 是一个控场技能 脱估更多的 就是存在了 比较好玩的 有点 有点左词的意思 对吧 有点左词的意思 痛快 又是九杀 懂怕还是很强啊 把把九杀 这些美人都可进攻 都可进攻 对吧 人家王毅进攻了呀 他说的是进攻 都可进攻 王毅表示姨妈 进攻走起 攻哪里 攻局 好吧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一局的话 打到现在 全都阿西吧 这个还是很爽的 我们就希望嘴哥 多射一射 我们到时候 就脱估 剪一剪 看看能剪到什么技能 跟董胖 可以 可以啊 又来了 又来了 他带着他的酒 又来了 又来了 我们的 酒王啊 啥了一首好醉拳呢 我们嘴哥 难道要跪 不过应该是离跪不远 对吧 月经到时候 一波 哼哼 消股 都用不着 曹安直接杀一刀 谁杀一更多 主公还救了 六六六 无懈吧 让嘴哥再来一发 对吧 这救起来还是值的 还是值的 天下群雄 为我徒尊 让你兵 该贵还是贵了 那么注意啊 主持人在这里不救 不救呢 那就是想的一个什么心思 就是要脱估加乱机 脱估变乱机 那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 一个什么神技能 主视角还有一个 不要忘了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神技能 扇砖在这边 扇砖只要我们打出输出来 后面就是 我就随便撸你的牌 只要是非那个 这种啊 非乐非冰的话 那我直接一波给你在 要么乐要么冰 这个效率还是很强的 所以大家看到 一个AOE直接打出两乐来 这个技能加成 很强 很强 扇砖嘛 你就是要配 和各种输出去打嘛 对吧 所以这里当然啊 当然你说这个扇砖啊 打出来是 有多大的就是这个乐 也没发挥它的 太大作用 对吧 董胖就收割了 我们只是说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么一个打法啊 这么一个有这么一种情况 好吧 最后这边其实也不意外了 后面这边其实没有 再A 再A 没有了 没有啊 直接摸牌了 主角还留着一个铁锁啊 是想拿着这藤甲去 对吧 拿着藤甲来一波 嗨嗨嗨 八卦顶起 死不了 其实我刚才还在想啊 这个铁锁直接曹昂贝 一刀下去 咻 一血了 对吧 好吧 不管了 不管了 我觉得刚才这个 应该铁锁火杀效率更高啊 就上一轮 好吧 那最后这边没有什么太大选择 这次内战就是反贼 谁敢不从 最后是 反正这一局啊 整体而言大家看到啊 这个王毅这边呢 还是 没啥作用 主要这局反 怎么讲呢 反贼 也崩得比较快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局 这局吧 这局 主角ID是 玄月灵啊 还是他们群内的局 我们看一下 这局是一个六号卫大内奸 主攻 PPPPP 那 我们看一下吧 那么主角这边选了一个孙昊 孙昊这个武将 也也不算老了 不算 不算新啊 很老的一个武将了 蚕食和丑海 丑海是一个负面技能 对吧 那么蚕食的话 就是过牌技能嘛 对吧 有几个掉血的 我们就可以多摸几张牌 然后 但是杀的 或者用锦囊的时候 要多扔一张牌 整体啊 是能打出暴击来的 打出暴击 好 那边的话 我们看一下 曹藏啊 一堆姓曹的 曹氏的天下 王平啊 还是比较屌的一个武将啊 可以控装备 拉排插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主角已经开始了啊 就靠蚕食 大过牌 求暴击 那么注意啊 注意这边主角 非常注重自己的续暴 我做内奸嘛 我要的是 点到为止 点到为止 我手牌 这边的话 要保证 满手牌 对吧 你内奸记住 你打工归打工 一定要保证自己 当然我们说一般情况 你不能说 主角都快不行了 你还在保存自己实力 这是另外的情况 在场面比较平衡的时候啊 自己一定要保证买手牌 要考虑续报的这些 好 那么这局啊 打到现在而言的话 这个局面对我们而言呢 从这个局势的走向来说 内奸还是很大的优势 那边在吸嘲讽啊 在吸嘲讽 我们看一下主角 一倒九杀 凉血 加铁锁四血 谢谢 好 那我们再来看啊 九杜 那么注意 哎 继续续啊 继续续 漂亮 其实我最喜欢啊 这种 哎 我又 对吧 出牌 只出三分 还留七分 给你一个网站 好 那么现在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场上的这个平衡关系 哪些不利于我们达到后期的武将 那么曹锐啊 就是我个人啊 我个人的观点是 王平 这种可以拉你装备的武将 不宜久留 服完呢 他有距离 那可能比较淡 他会骑你装备啊 什么的 破坏你手牌啊 但他如果没有距离的话 这里还好 我们看主要这边如何去操作啊 直接先是一个AOE啊 带掉一中层 哎呦 没死啊 那我们这边呢 铁锁 嗯 火钢 可以啊 注意这里的 就是注重一个平衡了 一反带走 收三张 再带一中 求控场 求平衡啊 但主供啊 还留了一个讨治 嗯 那我们就直接杀了 哈哈 直接杀了 对吧 杀掉呢 这边的话就留着 其实这样啊 就是引导反贼或者忠诚 你们去操作 对吧 呃 我就是一个内奸 明跳啊 就是明跳 那边就起 那么曹瑞这个点啊 目前来算还比较硬啊 硬呦 嘿 那 刚才确实硬又黑了一把啊 对吧 非洲了嘛 主角啊 这边没有去救啊 直接是 送一波人头 好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又是一波暴击了啊 不能算暴击吧 就 控场 控场 嗯 要不 还在锁 还在锁啊 冰娘村段 呃 这里呢 桃子估计想留着保主攻嘛 没有想着去过分的吃桃 那因为毕竟你五血的上线 四血现在也是非常健康 可以 啊 可以 注意王平啊 这里手里有闪啊 刚才没有夺我们的 是是刚才那一段吗 没有 没有夺我们的那个杀 看来就是以防万一 正常啊 这也是正常的打法 就是说你前面有三家 第一家出杀的时候 你肯定这个闪要防后面 比如说有九杀什么的啊 对吧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一个大火攻啊 很嗨 嘿嘿 很嗨啊 最后的话 直接啊 一波收割 单挑了 进入单挑 那么这个单挑 嘿嘿 主持人叫这个角斗 走起 没有啥牌啊 没有啥牌 刚才因为是捞了很多装备啊 都能看到的 有这个皮肤的这个 这是什么 哎呦我天呐 这是女装大佬哈 好吧 这一局啊 我们可以看到 就没办法 毫无人性嘛 对吧 就是VIP玩家的这个 你只要买得起 那你就能很嗨 但是要提醒大家 对吧 身后的不稳定性 还是非常高的 像这一局主持人 打的就比较好 对吧 我不是说要用力用到十分 最后都没有守牌了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摸牌技能 你要付出代价的 打着打着 有的时候就被动的就丑海 一刀下来 两血 酷擦 加个菊花 酷擦 人家是一拳超人了 你是一拳闲淡了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局 由玩家ID夜半鱼哥 提供素材 我们看一下这一局 上来这边 大忠诚 神忠 裤裆 讨打拒 吓人 吓人 还好 戛然而止 那么可以看到这边 忠诚的配合 对于我们很淡疼 很淡疼 那么就可以好好 这一局其实整体看下来 降面上而言的话 难度非常大 对吧 我们先说祖宗 曹平先不管 诸治这一个核心奶妈 人家就可以发动摸装备也好 回血也好 摸牌也好 你这是很无奈的 对吧 虽然破坏不了你的牌结构 但是能够拉都跟你拉 那么排差 那么反这方呢 将为成谱 我觉得倒不算特别担心 灵筒 最担心肯定是曹人 对吧 真的是很恶心的 曹人刚改版那会儿 这是大家叫苦年年啊 对吧 叫苦不迭 太恶心啊 翻面挪装备 各种无懈打不穿 那么刚才我还想说 灵筒的这个 对于我们局势的把控 尤其是如果他要控你牌的话 你的装备是存不住的 对吧 他的旋风 当然他已经被带走 那这边我们看到魏银啊 也是一波 这个大狙啊 这个连弩 就是一个 定时大战 我们只能期望他的杀 那摸的不够多 不够多 还好 还好 只要能活 我们就有希望 当然刚才说了这么多 主持人的技能啊 灌秋剑啊 灌秋剑 真戎和红举啊 其实我们灌秋剑非常还是很适合当内奸的 真戎杀祸伤害类锦囊指定目标后啊 选择其中一个手牌数大于等于我们的 然后气质 将其一张牌置于我们的武将牌上 称为戎 所以荣的话是为了红举觉醒准备的啊 准备决断荣大于等于三 则可以用任一张手牌替换等量的荣 然后扣建一点体力上限并获得技能 清测 清测的话 待会再看啊 那就是控场的一个技能 好我们看一下 现在场上而言的话 朱智啊 旧智啊 旧智自打改版之后啊 N年前改版之后啊 这个技能是非常强劲的一个奶妈属性 对吧 那么 魏银也是 尤其他现在这个大锯啊 挂在身上 让人非常的弹策 但是我不知道姜维为什么没有把他的锯给敲掉啊 敲了一张加一码 想重点打输出 如果是我的话 我更多的可能会考虑控一下 哪怕你你挑他一个简易也可以啊 对吧 死不了啊 城堡那边还有一个唇啊 还有一口老酒啊 对吧 利好茅台 好 那么主持人叫觉醒啊 这边的话注意 清策啊 你可以获得一张戎 并弃制一张手牌 注意一定要有手牌 然后弃制场上的一张牌 所以你弃制场上的一张牌的话 这里就可以用来啊 控装备啊 控手牌啊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这边清策的话 还是非常强劲的一个技能 但是重点要注意 你要有戎 你要有手牌 对吧 戎的今天就是你要能打输出 要能指定目标 注意啊 真戎不一定要造成伤害 他只要你杀或者是伤害了锦囊 我们看一下这边 那么这边的话 你要把那个距离拔掉 可以啊 控距离保一下反贼啊 呃 我们现在就是说 诸智这个忠臣在这边啊 他的这个奶妈属性 但是啊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 他的奶妈属性虽然很强 但是现在由于江维这个一血 一直是百足之从死而不将 臣补已经是两个酒准备好了 哈哈哈 死不了啊 对吧 死不了 所以的话 诸智呢 恰恰是 呃 压制了诸智的这一个 回血的技能 啊 回血技能 所以我们现在是一直啊 在空塌 呃 那边开始直接打主了 哎 漂亮漂亮 啊 文内剑啊 就希望这样啊 舒舒服服的 你 我最理想乱 你使劲的给我翻 翻到最后的话 一手暴击牌 一轮 齐带走 那是最嗨的 啊 南蛮 南蛮 主角选择掉血啊 这是想留着这 这个杀到时候有一番作为 那么至于主视角啊 这一局也是注重了 这个手里的铁锁啊 酒啊 对吧 都是上一轮留下来的 这个好评的 觉得能死吗 有酒 没死成 神盾 神盾局 我们继续看啊 这边的话 节奏突然啊 缓了下来 你看胶纸又回血了 又回血了 其实这个地方 他这个桃子吃的有问题的 肯定些那个 用你的技能呀 对吧 你安国技能 自己一血最少 可以回血的呀 然后你那个桃子 还可以续在手里呀 对吧 浪费一桃啊 你好不容易混到 跟姜维一样的血线 咱们看一下 哎呀 这边不给我们收 收掉更好的 收掉更好的 收掉也不一定好的 就我们刚才说的 姜维 差一下现在是这一血 阻碍了 朱智啊 这边他的 安国回血的能力 再看 其实祖宗啊 这边打的 有问题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以前我们这种啊 上古神将 像陈朴这种上古神将 对吧 以前老早就说过 他这个纯 你要怎么去打 其实方法跟打老话陀 如出一辙 对吧 话陀又轻拿嘛 你盯着 集中火力盯着一个人打 是没有用的 你必须是 与路均瞻 把你敌方的 每个人血线都压到 一血 到时候他的唇 是 对吧 是 这个 左右 为难 左右为难 不知道有没有老玩家 陈朴其实最早的技能 这个唇 是可以连续两用的 比如说将为这边 一刀九杀下去的话 老淳朴是可以连续用两个唇的 但是新的现在 这个第二个版本 就是现在这个武将的话 他是九杀之后只能用一个唇了 九杀求两刀了 只能用一个唇 好 我们看一下 主持久 九杀 那九杀 两头啊 除了吟诗作画 你还会 成大事者 不拘想 好 那么 这样的话 直接一波收掉了两反 进入了 这现在打起来就很轻松了 对吧 我们前期说的啊 曹人也死了 朱志也死了 那后面这边没有什么压力了 让我感到兴奋 我排气排呗 这里的话 那就先干味言呗 对吧 先干是味言就行了 喝酒 这个 八加一 然后再杀一刀 可以的啊 可以的 这边就是我们 真容啊 你的能力就体现出来了 强杀 强杀 破防 破防强杀 好 那我们这边啊 就四倍速了 这局其实整体还是看了 我们的一个技能的一个 展现吧 展现 最后陈朴这里啊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那有逃的话 嘿 主攻打得很聪明啊 打得很聪明 不能叫聪明吧 就正常操作 对吧 这个时候 你这种强劲的内奸 你不控 没办法的 没办法的 其实这个时候啊 对于内奸还比较困难啊 比较困难 就是说你必须逃多 保住主攻 否则的话呢 那边啊 反贼这种输出能力 他就盯着主攻打啊 你是没有办法的 那么好就好在我们一波联弩 直接收割 推 两人 推两人 好 我们这边啊 灌球剑 这一局 主要就是看了这一个 毫无人性的技能 对吧 好吧 那么今天这一个 这里我们的捐赠啊 就给大家带到这里吧 最后 哎呀 这边就到这里啊 就谢谢大家 这边